欢迎订阅 温宁,澎湖海上花火节开始啰 想要看美丽的烟火,但又不想要人寄人 女兹设置下渔行,在沉寸海上的角度搭乘游轮跳岛 一起去看看海上美丽的烟火吧 2021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即日起至6月28日登场 想要有绝佳视野 达成游轮跳岛是不错的方式 直想旅行这次搭上新梦游轮探索梦号 前进澎湖赏花火去 这次我们参加的是三天两夜的行程 除了以下几个时间点玩 其余时间大多是自由活动 大家或许会有疑问 登船后除了看烟火 长时间待在船上能做什么 其实打重登船起 船上的活动表演就不间断 不用担心无聊没事做 反而还要担心时间太少玩不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律师子种偶 발avored 本集作 – Rio io 我必须有狂了 或者缓闹 这还是 coaches Wait 好,一起來 一、二、三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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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胖在紅色的長相 recurs長四 又是很 AH-AH 我卻不堅持騪 對 fair 兩者 來這 像很靈潔 阿最棒 除了活动不间断 邮轮上有超过10家餐厅 供应多元美食 不管中式西式都能找到自己的喜好 值得一提的是 防疫期间船上制作餐 皆是由服务人员家去 旅客无需动手 且餐厅皆设有自动洗手机 从给灶洗净到擦干 一切全自动 为了抚慰无法出国的心 探索梦浩今年特别打造了 异国主题航次 首波以波西米亚为主题 接下来陆续还会有 台国、日本等主题航次 结合美食、布置、体验 带给旅客崭新的邮轮假期 介绍了那么多 只能少了中头戏 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今年开幕由LINE主题无人机 揭开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要提醒大家在船上观赏时 无人机演出的角度较偏 所以无法完整观赏到整个画面 建议旅人斟酌比较 无人机表演结束后 璀璨烟火秀紧接着登场 长达15分钟的花火 丝毫没有冷场 在游轮上观赏 不仅能避开人潮 视野也相当好 重点是 看完烟火就能马上回到房间休息 或继续其他山上活动 不用浪费时间在散场人寄人 十分惬意 最后的城邊都没进去 留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